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9日 这是今天制作的第二个节目 不是直播是录播的 给大家谈谈新华社今天脱版头条 还是什么呢 习近平出席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团 强调统一思想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 能力建设新局面 简单一句话吧 准备打仗 习近平现在主管外交 现在是战狼事的 到处撕摇 特别和美国现在是针锋相对 给人感觉习近平不怕 第七次生 就不对习近平认为 控制在自己手里 不怕和美国就开战 开打 那到底这支部队怎么样 行不行 昨天我曾经做了一个节目 我看了 看的人很多 人们很关心战争 就是习近平到底能不能 领导下的军队一旦开打 能不能打赢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 先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昨天和影的照片 你们注意一下 前排就座除了习近平以外 这些军头们坐的坐姿 那个手指头是怎么放的 你就知道了 整个部队是个什么情况 就通过细节可以看 你看这一张 你看 我这不清洗 如果是编辑起来 给它放大 你们看 看谁的手呢 你看这个所有的军头 坐在这都把这个手 放到这个腿中间 一条腿上 放一个 放一只胳膊 这个手掌 你看 有的人手掌放了以后 那手很轻松的 是吧 这证明他不紧张 你看谁里最紧张的 就是刘正丽随随随紧张 何卫东 何卫东 刘正丽这些人紧张 这些军头紧张 你看何卫东这个手啊 这个指头都分开 那表面就出汗了 手的腿发抖 就是东北话讲的腿肚钻筋 见到习近平害怕 就是掌控着军队 力小而博大 不那么容易啊 军委副主席 你二十大代表都不是习近平 各个啪踢吧 上来 火箭是上来 军委副主席领导 五大战区 这不是开玩笑的 军头们手都握着兵器 你想 是不是啊 那是很吃力一件事 那而习近平给他压的任务 非常重啊 你想 那怎么讲的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就在吹这个牛皮 那么我们再从更多的细节来看看 这个军队是怎么样 这个万维网今天有篇文章 他讲习近平会见军方代表 强调一件事 释放不同的讯号 我们来看看 另一些高人怎么讲的 他说两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3月8号出席军队代表团 强调统一思想 同日中共军方媒体发布文章 称维护核心是中共最大的政治 就现在核心就习近平吧 对不对 他说观察人士指出啊 这里透露出不寻常的信号 显示中共军队内部能存在着和习近平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 你看人他看出来 他说呢 这个在这个会议上强调统一思想认识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系统提升应对这个战略风险 维护战略意义 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会议由这个张有霞主持 张有霞这都是七老八 是习近平最大的靠山了 就是张有霞 再就是和魏东 李尚富 刘振丽 苗华 张胜民 同一天呢 中共军报就发表社论了 说对中共军人来讲 维护核心是最大的政治 纽约时报报道 说习近平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塑造为 不忘初心的中共党员 以及党和军队紧密联系的核心 观察人士说呢 习近平两会会见军方代表 强调统一思想 而中共军方官媒鼓吹声呢 就是维护习核心 称之最大的政治 这说明啊 释放出一个信号 中共军队内部存在着和习近不同的什么 不听他了很多人 他在讲核心嘛 对啊 说习近平并没有成功地消除军队中的反对势力 怎么看出来的呢 他说就是这个气球事件 这不举个例子 2月17号 五角大楼 指控中共就领导人啊 要 北来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准备破例 见这个布林肯 对不对 布林肯如期访问 都走到南韩朗 再往前走半米 就到家门口了 再走半米就进来了 而且习近平只会见的 那就证明习近平相和缓和关系 但是军头没给你搞出事的 当时我就 西门中枢节目我就讲了 我给你们回番看了啊 我第一时间就讲 这是军队脚军 就军队的一些分两派啊 鹰派和鸽派 就是鹰派这些人啊 就是不让习近平和美国 这个勾兑了 协调 这样打 打起来 这是有一批情绪 你看现在这一两天 习近平变了 就全部倒下这些鹰派了 习近平情感都开始 开始非常强硬 这说明什么 这习近平也 也没有办法 就是 就这个气球世界 把它搅了 保了脚 搅了它又不能批评军头吗 对不对 因为它 跟它以前有个大政方式 反正你们不管以什么手段 要获得美国的军事情报 这个气球就是 最起码是一个侦察手段 早就搞 以前很多年都有啊 因为它那个高空非常高 从这个国际法来讲 有一些相关的法规 恐怕你想抓它的毛病也抓不着 是那么一个弱机 那么离那么一个空间 那么一个问题 新问题 你说它是领空 你解读也行 的确是它领空 但太高了 高到一定程度了 为什么美国要拍 昨晚半天 精心的研究策划 这个记录 那不是个小事 不要以为气球碰就记录 没那么简单的事 这以前媒体都报道过了 好多军事专家都评述了 我不惜重复 那么这里边讲什么 就讲他习近平 这个二十大 习近平的亲信张有霞 何卫动当了中共军委副主席了 说这是表面上 效忠习的人担任 但是咋因为清楚啊 七星冷是中南海最高的担忧啊 因此呢 不断要求加强军队的这个忠诚度 1月18号军报讲的文章啊 乘贯彻 就是军委主席负责的日子 最大的政治症 这就体现出了习近平的忧虑了 说里边军队里边山头林立啊 确实习近平不放心 这次人家看出来的高人还是有 对不对 所以就何卫动 他为什么紧张 能不能控制这个军队啊 可是不那么容易的 是吧 反正他人家的很多啊 那军队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今天再来细致分析分析啊 一个是这次这个新华社人民报道了啊 在会上发言的 有位叫王亚如 是代表海军 他为什么让海军王亚如 王亚如出来讲话 你看今天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当中 专门讲到习近平听取的 这个王亚如的观点 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好几个典型啊 你像这个刘泽金 刘泽金是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 就这吉他我提到了啊 这个发展装备部是绕文明提的 是唐灵魂 陆军是晚金阳 海军是王雅如 那么王雅如何许这也 因为我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 我只是从网上看的 就是先想查到 就是这个部队的信息太难了 因为他要保密嘛 他怕外界知道 他不像美国加拿大 尤其是台湾的 天天那个节目都在 哒哒哒哒讲 是吧 到处都在讲 中共他公安的封闭特别严 都是国家机密 核心机密 你很难找到他的消息 我找了半天 找到一条消息 不过也够了 也能跟你们透露透露 分析分析 有一篇通讯报道 讲到海军陆战队母旅 那就是王雅如属于海军陆战队 母旅侦察旅 是不是 基本是这样 他就讲这个旅是干嘛的 海军陆战队是什么一个 两栖精雷作战力量 啥意思 打台湾的这么一个部队 是不是 女战士 找一个女战士 他意思是我们女的就这么厉害 再加入三把妇女接来了 找个典型 女的都这样厉害 何况男的呢 还吓唬美国台湾 是不是 所以他搞这么典型 你看他这里讲 海军陆战女 陆战队是一个什么两栖精雷作战部队力量 对官兵的体能要求非常高 说海军陆战队的母旅素有什么呢 陆地猛虎 海上蛟龙 空中凶鹰 你看这牛皮吹多厉 说他们在陆地上像猛虎 像虎 这个虎多厉害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虎是外兽子王 对不对 海上蛟龙 完了空中又是凶鹰 你不觉得这个牛皮吹的大了点吗 那个女的你看看挺单薄的 长得不漂亮 她确实肯定是功夫了得 肯定比咱一般人是强多了 但是是不是像雄鹰猛虎叫龙 我认为这个中共军队就是这样 这个牛皮吹的嘎嘎响 你看他怎么讲的 他多年以来兼职什么呢 以战领训 以训促战 加强针对性 对抗性训练 那就证明他是早就叫打台湾 准备台湾这个 针对台湾这个队伍 是不是 找这么个典型 要什么 你看他要求很严 他说呢 要你能在 他举了个例子 怎么训练他们呢 极限训练 也就在25分钟内 你要完成什么呢 25分钟 完成穿越泥潭 在那个招泥 那个烂泥 你都穿过去 水杖 水杖还得有这 杖业物在越过 扛举原木 你的举那原木啊 要是挺挺力大无比 还有跨越火杖 如果有火的话 你跳过去 盘越高墙 要翻墙什么东西 这些飞檐走壁 叫千野横渡 400米渡海登陆障碍 等20个训练内容 就这些人的过关 你才能当这个事 你这个女子了 应该承认 他说 该训练能够考验他们 什么跑跳盘爬游 那就证明 不对是按这个标准 在训练这些人 就王亚如这些人 给你找这么个典型 其实女性 又是这个 侦察员 就是这个 这个战斗员 是不是 这个意思 你看咱们这么厉害 你台湾哪是打 你打仗咱们怕你吗 这个这篇文章 他里面还讲了一些 他很多的具体训练 比如说 这个身上绑撒蛋 撒带子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 也有雄心壮子 也练 是绑撒带 确实刚放上去很难受 等你练一段时间以后 就习惯了 那你确实是深情如焉 这很有意思 甭把撒蛋的训练 还有什么 这个等等 很多细节 还举了一些例子 那么这里还讲到了 是1996年 他们搞的一次演习 就平常些演习的故事 这里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个王亚如的情况 作为一个典型 他讲到这个王亚如 不管是王亚如 还有其他的人 好几个女性的 两膝霸 霸王花 就是这个 海军陆弹队里边 母女侦察营 有个靓丽的风景下 有几个小女孩厉害 说是不光他 还有张纳 谢忠华 都被入选 中国海军的武相队 他因为他还搞些体育比赛 他肯定体能好 就体育比赛 和平时期了 就获奖了 他讲这些事啊 你通过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 为什么要隆重推出王亚如 他就释放一个信号 叫什么 打台湾 他的脑袋就是武统台湾 要把这个台湾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他不就和毛泽东比肩呢 因为习近平是一个 特别的狂妄这样一个人 是不是 这是王亚如 那么还有几个典型 我们去查找 我们用事实讲话 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王亚如是个何学人意 习近平的所思所想 那么还有个军头啊 叫刘振丽 现在争议是最多的 也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参院联系会议主席啊 参院部联系会议主席啊 这个角色啊 过去是李作成的 那么今天看到海外的 就是这个台湾有个电视台 对他进行质疑 昨天啊 讲到说是刘振丽的个人简历 就是说有造假之险 那有没有造假 我很认真今天 查找网上资料 我们现在看一篇文章 怎么吹捧刘振丽的 他说刘振丽上将就和这个李作成一样 他们两个有个共同之处 都是战斗英雄 给大家看刘振丽 李作成这样 有这么一篇文章 你看他介绍他的情况 刘振丽 那么他说啊 上将刘振丽和李作成 前者是河北软城人 后者呢 比后者小一岁 后者是湖南安华人 比前者早入伍13年 老兵注意到 上将刘振丽和李作成 虽然机关不同 入伍的事件不一样 但有三个共同特点 他这样的吹捧他 他说是一个是都参加过实战 都是战斗英雄 说李作成上将当年带领官兵啊 作战勇敢 一文会一等功被军队命名为尖刀英雄连 个人被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刘振丽上将呢 在实战当中率领连队长期坚守前一阵地击退敌人 三十多次进攻 也立一等功 说像他们一样参加过实战的同志啊 被作用 比如赵宗祺和汪海江上将等 赵宗祺退了啊 我以前讲的他当过外交官啊 那么给大家看一看 这应该是这个军头的照片这里啊 给大家看 这里有几张照片啊 那么这个 刘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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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刘振丽是这个人 对吧 刘振丽 应该是他 是他 那么 这篇文章讲说三十呢都曾经参加过 担任军委联合参部 参谋长 军委联合参谋部 是军委机关智能部门之一啊 前身是原总参谋 主要旅行什么 作战筹划 指导联合训练 要打仗的话 他在兵出点的 他打仗 他指挥兵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七 他说首长就参谋长 一般接任军委员 每干每届任职五年 级别位准复国级 他的级别是复国级 这个厉害 说李作成上将 卸任军委联合参谋 参谋长之后 刘振丽就接过这个棒 接力棒了啊 那么从前几任看 中参谋长大都有陆军将领 担任 那这个意思要 一如果打仗的话 刘振丽非常重要 他是具体是战场管理 好那习近平 你这大的这地能 他没打不上 是吧 他是给这个耿彪 国防部长耿彪 耿彪领包的 完了邓老平给耿彪好的骂 就因为香港的事啊 我那记忆印象特别清晰 那段我老上香港 因为在香港我工作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香港驻军 这个事 耿彪说不一定驻军 邓老平说胡说八道 在国开场合 从此又耿彪完了 打了头了 说更不要小秘书更不用讲的 你国防部长都那么狼狈 你小秘书算啥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个最关键问题 说是刘振丽何许人也 就是昨天台湾一个电视台 一个评论员讲 他说他这个 说他参加击退的敌人36次 他说这个是造假 时间对不上 我们看能不能对得上 说刘振丽呢 1964年出生了 河北阮城人 他是83年这个9月份入伍的 83年啊 入伍 编入陆军第112市侦察连 他最早就侦察连 啊 84年入党了 86年4月30号起 作为第12侦察大队 其中的议员 编入兰州军区对越 轮战部队参加两山战争 好 这是讲他的经历 他期间呢 镇守前线 一年多击退越军36次进攻 获得一等目 你看这他好 他能打仗的厉害啊 带兵36次 是这么这么回事吗 你看他说 自后呢 他就当了学员 排长 副连长 连长 副营职参谋 营长 副处长 处长 吕参谋长 军炮兵指挥部主任 陆军38集团军 二机械化步兵师的市长 也就在 也就说 根据他这个 部队的编号 这个背景 应该是属于西北狼 郭伯雄西北狼 郭伯雄是西北狼 对不对 徐才厚是东北虎 是吧 你看他这个 是属于这个背景 那么说是 09年任北京军区 陆军第65集团 军的参谋长 就是刘振丽 你要从他的个人渊源起家来看 他未必 不对郭伯雄 忠臣 就不问题在这里 习近平能放心吗 你看他是 12年任陆军第65集团军 军长 12年 12年2月 习近平还没 长得这个前例 他还是胡锦涛这个年代 重用的 对吧 你看 14年任陆军38集团军的军长 1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侦查部队的参谋长15年 这后来就随习近平这任职起研究里提吧 他说 15年2月 卸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警警察部队参谋长 还在武警干过 进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办的 出任首任陆军参谋长 21年 省陆军司令员 10年晋升少将军县 10年12月 他晋升少将军县 那他10年双将军县谁给胡锦涛给他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应该是 你看16年去中将 中将是习近平授予的 2021年上将也是习近平授予的 大家都知道 一般谁感恩谁 感恩第一个人给你授军县的 就少将的 他敢 他未必是真正忠诚习近平陆军的 这是很大的事 你再看23年3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参谋任参谋长 你想就这样一个人 西能放心吗 说为什么你看他 他做的那个手 放在这里和何卫东一样 有两个人的手 你仔细演一演就习近平 在前面坐的那几个人 非常紧张的 一个是他 还有何卫东 那个手 你看那个样子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他简历 咱们事求是看他简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他中央委员 二十大 他是中央委员 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委员 那我们会来看他两三战役 到底他是造假了没有 我们来看看 两三战役是怎么回事呢 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 因为我对部队以前不研究 就是为了做这个节目 让大家喜欢看 其实我没有兴趣 去了解部队的事 真的 我最烦打仗的 我爸爸参加战争舞 我爸爸跟我讲 他是不好战争 所以为什么他就起个名 维护世界和平 缘于在这里 我是反战的 和平主义者 你看两三战役 叫两三轮战 为什么叫轮战 三个 就三个军区参战 一个轮往里 一个轮 邓阿平搞的 那时候 两三战役 老山边界战争 也叫老山边战争 哪两老山呢 就是中国和越南 为争夺老山和折阴山 还有个山叫折阴山 一场战役 该战役 集中爆发在八十年里 八四年四月 那就是我是 1982年大学毕业的 就是我到大雷日报工作的期间发生的 我印象很深 很深 双方激烈相持 打了几年 三年 中国方面经过准备 采取各大军区 轮流作战的方式 和越战作战 因为没打过仗 训练训练 看你们怎么样 到底平常吹什么牛批 你都去打一打 最终获得战争胜利 其实是小胜 我认为 因为你的国家多大 你那越南多大的地方 是不是 另外还有一个外界 关于一个战争性质 大家都有评论 是不是 我不许多讲 而且是美国支持的 是吧 说并最终占领两个地区 93年划定边界 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下令撤销云南牵线指挥部 就是战争结束了 他讲这事 他讲到79年中越战争后 越南军队再次挑起事段 驱逐当地民众 陆续控制老山 哲英山等阵地 并在老山建立了四个军事 这中方的评书 我只是给大家服输 在哲英山修建了 1250高地和1052四高地防御公式 诸如此公式 并以此为基地 在79年3月到84年3月 向中国的麻利坡县内 发射了炮弹 两万多发 打两万多发 控攻啊 打伤打死平民300人 威胁中国安全 79年中越战争结束以后呢 越南又对中越边境进行了 数三千次的洗扰 军被解放军击黑 解放军歼灭 越军1800多人 1980年10月到81年 昆明军区司令员张志秀 奉命 率领昆明军区解放军 对入群云南省 罗家平大山和寇林山的越军还击 解放军收服了罗家平大山和寇林山 歼灭了200多名 这是维基北哥介绍的啊 我们来看看时间 你对刘准利是打的什么仗 你看啊 昆明军区发起梁山战役 你看他分三轮 第一轮是昆明军区干的啊 是84年2月到12月9号 那就差不多一年 84年 那么第二轮呢 是南京军区 就84年的12月9号到85年5月30号 就这两轮和刘准利没有关系 你看这边 那么第三轮你看啊 第三轮是谁 他这里介绍什么军长 这些我不要讲了 我告诉大家就这么个情况 84年第7月13号 中央军委命令啊 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军部率第一师三十六师 陆兵第九师率领十三三团十四团 福州军区炮兵第三师第十三团 就这些人合着 一起到云南中叶边境轮战啊 轮流战集结在文山这个地方啊 还有燕山两县在这住在这个地方 更并在84年12月9号 接替陆军第十一军十四军 炮兵第四四在老山 巴黎东山方向的防御任务 其余部队驻扎在文山州 这个参加防御作战 中方总参的总参部 调令武汉军区的25和54军 成都军区的13和50军 广州军区的43军 这个调遣部队组成五个政杂大队 当时啊 因为那时候战争还原始没有什么无人器 都靠人去侦察 这是传统战争那些 那这个是笨办法 现在的话战争不用这样了 是吧 他驻守的参战 驻训参战 成都军区汽车第17团 接替武汉军区汽车第八十二团 我爸爸当年也是汽车兵啊 要不他早死掉了 这汽车兵相对好一点啊 他有那个就是行走 还可以躲避躲避 是吧 他基本是这样的 说85年的5月25号 第一军和第二三四五 政杀大队 武汉军区汽车第十二团 撤离出战区了啊 他就讲到什么呢 这个场战役 第一轮这个战役啊 这个中方数据是 中方参战是两万六千六百二十四人 第一军是六十三个人被打死了 负伤的是一百二十三个 就中共这边 越战方面死的是五千五百二十七人 伤一百五十人 被敷了十七人 这是第一轮 第二轮是纪南军区轮战 那纪南军区那就是徐采后 后来就不对了 是吧 这个是1985年5月30号 又到86年4月30号 那就差不多也一年 他是讲这个 整个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85年的三月啊 纪南军区陆军第六十七军 1994 第四十六军 1380 纪南军区炮兵第十二十 一共是三万一千一百四十六人进入文山 这个数字还是准确 它没有必要造假 宴山就是宴台的宴台的宴台 两线集结进驻 在5月30号进驻战区 第十九军 第十九军二十一军分别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政策大队 相继进入了战区啊 就这时候才开始就是呃 才开始进这个就是这个呃 这个新疆军区对不对啊 到了八六年七六七月间先后撤离战区归戒 就这个第九第十政策大队啊 说八六年六月呢 六十七军第六政策大队 第七政策大队 成都军区 汽车敌十七团撤出了防务了 啊 主要的战斗就是有两个计划 我不详细讲了啊 双方伤亡是这样的 中方残战三万一千一百四十六 那就比第一次要多一点 呃 死了死了三个人啊 这个负伤一千七百二十一个 越南是四千人 死了四千人 那么伤了四千三百九十 被抓了十个 这些数字有可能双方讲的不一样啊 你别看中方这样讲 越南可能另一个说法 这个另一咱不及研究这个战争啊 我要看什么 就是拦住进去 就刘正丽参与进去 刚才不讲刘正丽不是说 刘正丽这个这个简历不实吗 是吧 那么看对不对 兰州军参战是八六年四月三十号到八七年四月三十号啊 也就是这个他参战的不假 但是他是后来参战的 就第三波了 就接近战争那个尾声啊 这个刘正丽参战的 是吧 这样咱们就事求是八十事理顺了啊 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 是解放军的序列啊 他讲呢 他讲的说是兰州军区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他说这个过程是1986年 我们看他是怎么讲的这个过程啊 是1986年呢 四月三十号陆军第四十四四七集团军 所属部队进入老山 战区接替陆军六十七军防务 八七年的五六月间 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 所属的部队 先后撤离了战区 就刚才讲的 也不是撤离去了 分成三波 高潮迭起 一个接了一个 这第三波 中央军委 八六年九月一号命令 北京军区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 接替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 在老山前战区的防务 北京军区陆军二十七集团军 北京卫戍区 天津警备区组成 第十一政策大队进入战区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组成第十二政策大队进入战区 八七年二月先后撤离了战区 八六年十二月 北京军区部队集结完成 八七年四月三十号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 接替陆军四十四集团军防务 就背后这样有个中央军委 统一指挥的 大家不要忘了 那时候指挥这些人 那都是打过仗的 但是会指挥 你现在能行吗 当然这是另一个议题了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这次伤亡是 中方是一百四十九人 越方是死了两千四百四十人 受伤四千一百 四千一百五十一人 被俘六人 但是这个竟然没有 这次战已经没有讲 总人数多少 这很有意思 他就讲到这个 这里面介绍的 接着后边还有北京军区的人战 是八七年四月三十号 到八八年四月三十号 原来他 原来他不是三轮 是五轮 你看成都军区轮战 是八八年四月三十号 到九零年的二月三十号 这个我不详细讲了 我们今天探讨 不是研究这个战争 但将来可以专门研究战争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刘正丽这个简历 有没有造假之险 这个非常关键 你看他这里讲的 那也就是说 你不能说刘正丽造假 刘正丽的确参加过越战了 但是他是最后一本 就是这个基本上 这个战争快结束 他就他才上去的 他个人简历是八六年 你看就是八六年的四月三十号 咱们是求是对不对 作为第十二侦察大队的议员 别入兰州军区对越轮战 参与两三战 就是刘正丽没有造假 但是呢 这后边讲 他击退了三十六次战功 恐怕这个就夸大七次了 因为那战争基本上结束 说末阶段有没有三十六次进攻 是不是参加了三十六次 这个就是 这个行动吧 是吧 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宣 就是这样 有那么点事 但是无限的膨胀 夸张宣传 所以呢 引人台湾这个评论员评论呢 你也不能说他评论错了 这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就中共的军队能不能打仗 这是未知数 就刘正丽 是参加战争 比其他人是有本事 比习近平是有本事多了 习近平没打过仗 人最起码听过枪响 还在战场上鄙视过 但是媒体由于刘正丽 现在是 人都是这样嘛 是吧 雪上加霜的 这个雪纵纵碳的人少 锦上添化的人多 一看你要当官啊 就催呀 把领导捧起来 都如何的神 如何的神 打退的敌人 三十六次 不是 就可能出兵了 参战了三十六次 就领导派你去 直接任务 三十六次 是不是啊 我这样讲 可能就实就实 等到下个节目 再回啊 谈更有趣的话题 谢谢再见 咱们 好